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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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出你的困惑 上个礼拜回我老家 老家江西一趟 约了几个同学 叙叙旧 酒过三巡 那个可能都有点喝多了 大家都知道 男人嘛 喝了点酒 就有点爱吹牛 后来我也就开吹了 就说我就在那个广州混 我怎么怎么好 开公司啊 做项目啊 后来就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同学 他就跟我说 哎呀 他说老同学啊 你在外面混这么好 你也给咱们这几个兄弟发点红包吧 微信红包 包了一百块钱 总共包了十个 就发到我的那个高中同学群里面去了 就有人提建议吧 就说每次的话 谁抢的最少 下一个就轮到他发 开始的话 像我这个也抢到了这个几个大的 但是到了后来几把 连续四五把 我就把把就是抢最少的 这个心里就有点不服气 那我就想换个大红包 我冲冲手气吧 是吧 于是那个我下红包 我就包了个五百的 边喝酒边发红包 就叫迷迷糊糊的 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那天晚上 那我是怎么回家的 后来到了第二点早上 拿起我的手机看一下 一看不得了 那我这个同学群里 都都说哎呀周星啊 同学啊 好啊大方 一马呢我就看我那个 微信红包的那个记录 一看我就傻了眼了 我那个大概发了有将近四十次红包 总额是两万块钱整 抢回来的红包 大概有两千左右 那我就亏了有大概一万八 看微信的时候 我老婆在旁边嘛 她也看到了 哎呀呀看到的时候 那就那我不可开交 有一个同学 那个抢的最多的 抢了四五千块钱 那我就直接跟他打了电话 哎呀我那个同学他就笑话我说 他说哎呀周大老板呢 泼出去的水 怎么还能要回来呢 最后的话就有一个同学 推了我两千块钱 想请教各位历史 像我这个一万六的 这种净亏损 我这个还有没有权利 去要回来 微信发红包 它是需要输入一个密码的 你这个密码 有没有泄露过呀 这个好多密码都是我自己的生日 反正跟我玩好的同学 基本上他也都知道 有没有可能别人拿了你的手机 去替你在那操作发红包 这种可能性有吗 他们说那个确实是有几个同学 拿我手机 反正这个进行了一些操作 但如果这个东西喝多了酒 大家也都是迷迷糊糊的 你说你发红包的这个规则 是说最少的一个人 然后呢别人抢到最少他发没发呀 他也发 还是次次都是你是最少啊 他也发 他也发 就是说别人也在发红包 总共的话 大概那次那天 晚上总共发红包 有大概有100个左右 我就占了三分之一 一块吃饭的有多少人 吃饭的总共是八个人 都问完了各位律师 好来乙方联盟两位老师 乙方联盟成员 媒体评论员于博宏 心理专家毕金仪 他们将代表事件的另一方发声 对求助人的讲述提出质疑 在本案例中 乙方联盟又会提出怎样的观点 小周啊 你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 突然看到微信群当中 有这么多人给你点赞 对对对 多么多人在夸赞你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感觉很有面子 没有没有 我一看点赞 那我当得酒晕了 所以啊 男人我们都要面子 有时候这个面子啊 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对对 小周我问你一问题 你后来看你那个微信记录的时候 对 你是不是每一个红包出来 你都有去参加抢过 对啊对啊 都抢过是吧 对我也都抢过 我是想要通过这个问题 告诉你 你露馅了 其实比较清醒是吧 500块钱以后的话 应该就不是很清醒了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发跟抢 我是有感觉的 但是我发了多少钱 这件事情 我懵了 他能要回他发红包的这些钱吗 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 发红包 这个赠予的行为呢 你一旦完成了 那么这个你想再把这个行为给收回 你得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 那么呢 作为就算是刚才小周 他是以喝醉酒了 作为一个理由吧 说是希望能够收回这些红包 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从法律上来讲 你喝醉了酒之后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你都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如果是说 你有证据 能够证明 当时他们是在拿着你的手机 把你的这个银行卡里面的钱 当作微信红包给发出去了的话 你这个是有法律上的理由 可以把它要回来的 因为这不是你本人意思的表示 这种行为有可能涉嫌违法 甚至很有可能是触及到了 法律的红线了 所以我刚才就说 就要排除这样一种可能 那就是说别人拿了你的手机 发了红包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红包你是能拿回来的 除了这个以外 你自己发出去的红包 应该讲从法律上讲 是没有拿回来的道理的 你应该把这期节目 给你的同学看看 他们可能看完这之后 就知道你这个家里的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 为了这个老同学的家庭稳定 搞不好还给你退回来一些 对对对 李爱啊 因为这个不是马上过年来了吗 要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 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互相发红包的时候 抢红包的时候 有四条红线 是大家要在这个抢红包 发红包的时候 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条红线就是 如果是说陌生人 聚在一起 专门建一个群 而这个群呢 就是专门发红包的 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还有呢 就是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个群里面 就是群主 他说他可以带发红包 但是呢 他每一次带发红包 他都要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 这有可能是一种开设赌场的 一种行为 那么还有呢 我们参与到这个抢红包也好 发红包也好 我们的这个参与的金额 一定不要超过五千块钱 比如说超过了五千块钱 这条红线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认定为 属于赌博的性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过年多给老婆包几个大红包 这样搞不好加紧矛盾也就减少了 豁然开朗了我 谢谢谢谢你来 好 谢谢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认 我对我的言行负责 我叫文鱼 来自四川 请说出你的困惑 大家好 今天来到这里 我之所以要戴口罩 是因为我是一名 抑郁病毒携带者 我跟我老公 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我没有跟他说 我有一干的事情 两个人相似相恋两年多 准备结婚了 婚前检查的时候 他还是知道了我有病的事 他居然说没有关系 先不要告诉他的家人 我们就结了婚 一年多以后就怀孕了 全家人都很开心 可是好情不长 他们家人还是知道了 我那个婆婆就赶到我们家 应要我跟他一起去检查 我们去了医院过后 刚做完检查出来 他就要我把小孩打掉 当时医生都说 这种情况没有关系的 只要定期得住病毒隔离 对宝宝是没有影响的 可是我那个婆婆 因此逼着要我把小孩子打掉 当时我都哭了 从医院里面跑了出来 回到家里面 老公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打他的电话一步接 去他家里面找他 一遍而不见 我知道这段婚姻 真的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 可是我真的 舍不得我的宝宝 在后面的几个月里 我听医生的 按时去医院做母婴隔离 好不容易生下了宝宝 在宝宝两个月的时候 我老公回来了 要跟我离婚 还强行的把小孩子抱走了 他说 怕我把病毒传染给小孩 我打电话给他 他一步接 是他妈妈接的 说什么我骗他 有医肝病毒的事情 是故意想赖上他们家 要我们马上离婚 我真的听了心灰意冷 像我这种情况 真的会避判离婚吗 我能不能取得 小孩子的抚养权 夫妻关系走到这一步 其实是让人觉得 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情 对于我们求助人来说 他可能有一个 错误 就是他隐瞒了自己 是以肝病毒携带者的 这个情况 那他需不需要为自己的 这个隐瞒 负上责任 是这样 离婚的话 我们说婚姻自由 尤其包括说结婚自由 也包括说离婚自由 离婚之后 涉及到孩子的 抚养问题的话 一般来讲 现在掌握的司法实践当中 包括说一些 叛律当中和一些 规定来看的话 两周岁以下的小孩 一般是随母亲共同生活的 那如果两岁以后 孩子的父亲要主张 把孩子的抚养权要过来 会有这样的危险性吗 是这样的 就是两到十岁的小孩的 抚养权 他的一个判决的依据 还是结合就是双方的 对孩子的照顾的一个 条件的一个对比 那么在孩子十岁以后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对方还是要求变更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了 那如果真的十岁以后 知道小孩子愿意跟他的话 我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已经懂事了 他已经懂得跟我联系了 我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从法律上讲 这个官司你打赢的可能性很大 你更多的需要考虑的 是孩子接到你手里以后 对孩子经济上的抚养 精神上的健康成长 你所要承担的责任 孩子到你身边以后 孩子跟父亲的关系 所以这些是你需要 综合考虑的问题 这个我明白的 他可以看小孩 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王女士 还是一个挺通情达理的人 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离婚还是说和好 孩子能够跟谁在一起生活 都希望不用再隐瞒自己 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这件事情了 哪有那么糟糕呢 你也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 太多的自卑 自愿 好不好 知道了 谢谢各位律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认我说的都是真的 大家好 我叫马前 来自于北京 请说出你的困惑 我有一儿子叫马轩 那天我上班 他们老师给我打了一电话 那个你赶紧来吧 你儿子出事了 上体育课的时候 他们那孩子叫小勇 打篮球输给我儿子了 完了小勇不服气 非跟我儿子掰手腕 一二三 就是还没说呢 一下就掰过去 就整个这甩 那个桌的边上了 一下就把我儿子手腕给掰断了 完了医生这么说的 右拱骨 螺旋性骨折 甭上学了 在家养着吧 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呀 我儿子生病 住院 完了回到家 那家长一次没来 我们家看过 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也不提赔偿的事 给他打了得有十四五四电话 就一次接了 完了跟我说什么 这是孩子的事 咱家长别掺和 我就是想问问四位律师 我这应该怎么办呀 四位律师 我想问一下 他们是在上完体育课 回到班级以后 掰的手腕 对吧 当时也没有老师在 没有老师 好多同学在场 还能加油呢 那你找过学校吗 学校怎么答复的 我学校 学校让我先找家长 刚才几位律师问一个问题 听起来好像是 学校跟老师都有可能有责任是吗 是的 学校是有一个管理职责的 如果学校没有进到这种管理职责 那么产生损害的话 学校是要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 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孩子置这个手啊 一共花了多少钱 六千七百多块钱 就你们家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还算得上小康吧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为这点事闹心没必要 而且呢 就是说如果咱们真盯着这个事不放 也许最后这个赔偿 咱们能拿到手 但是我想 咱们失去的可能更多 当然他们不向你们家赔礼道歉 这绝对是错的 易律师 其实我今天来到这的目的性啊 其实我并不是说因为这钱的事 我希望你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 三个三个多月了 是吧 你起码出个面呀 易老师 如果是你们家孩子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家孩子不会发生这种事 假如他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同样的一模一样的 您要赔偿要道歉吗 我肯定会这个让学校啊 组织一下这个双方的家长到场 一块开个会聊一下 这个事呢 我觉得呢 也不能赖你们家孩子 也不能完全赖学校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 易律师的这个想法 以得抱怨 但我们还有一种说法 叫以直抱怨 毕竟咱们叫顶级咨询 我们跟法律相关的一个节目 我们就是要采取一些法律的措施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 以及结合您这个案例的实际情况 去起诉实际请权人 也就是孩子 他当时他的家长去承担责任 另外呢 就是校方的一个未尽管理职责 承担先用的补充责任 这个案件肯定是能够去成立的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但谈到赔礼道歉 因为赔礼道歉 本身他在法律上 他是要有他特定的条件的 比如说给你造成了名誉上的 什么样的损害 单纯到这个案例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去请求法院 要求对方赔礼道歉 未必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我听下来 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真的请老师 把对方的家长跟孩子 以及你和你的孩子聚在一起 把这件事说开说明白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位父亲和那个孩子 还这么横 还不讲理的话 你可以再来考虑下面的 法律的或者是各方面的途径 你这两个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你都有相应的基础 宽容是一种美德 宽容 这个在于你 我听一句事了 我不上法庭了 好 谢谢 谢谢 2016年元旦当天 求助人马先生 为儿子小马 办理了出院手续 在校方的协调下 小马的同学 及其父母 对求助人进行了当面道歉 并拿出了2000元的医药费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对我的言行负责 大家好 我叫潘日锋 来自山西洋泉 请说出你的困惑 之前看到一本杂志上 说这个金属照片特别好 不怕晒 不怕水 不怕火 永不褪色 还可以永久保存 我就筹了9万块钱 买了这套设备 为了发展这个客户吧 我大大小小的引楼 也跑了不少 但是最终没效果 我就想到 咱们能不能在这个墓碑上 做一些文章 但是效果确实是非常之好 找我的人 做的人也挺多 直到有一天 客户给我打电话 说你这个照片 怎么三个月不到 就褪色变白了 而且有的五官都看不清 慢慢慢慢的 我就把那些钱 都赔给客户道歉 我现在想问问 咱们这些律师 赔给客户那些钱 能不能找咱们 加盟的公司要回 然后第二点就是 加盟的这些公司说 加盟之后 没有达到30到50家的 合作引楼 就能全额退款 我们的求助人呢 提供了合同 以及当时杂志上的 那个宣传 都在这儿 杂志上的广告 写得特别详细 对 也特别诱人 对 但是呢 他们签订这个合同呢 却是特别简单 而且 也特别不规范 是 一个合同 必须要有的一个条款 就是违约责任 但是很遗憾 我在这个合同里面 没看到 而且呢 我还注意到一点 就是这个 合同里面所写的 和广告里面 所说的 自相矛盾 这个广告里面 是这么说的 公司承诺 加盟三个月以后 没有30到50家 引楼合作 全额退款 对 对吧 这是广告里面写的 但是这合同里面 怎么写的呢 合同的第四条 以方因个人原因 未能打开当地市场 满足当地市场 合同自动终止解除 自动终止解除之后的 违约责任呢 后果呢 没有约定 也就是说 在合同里面呢 他并没有 把没有30到50家 引楼合作 就全额退款 这个纳入到 这个合同里面去 对吧 是是是 就是因为当时看到 咱们这个宣传上说的 我才敢做 那现在的问题是 合同呢 他没有这么签 对 那现在要问一下 各位律师 那这个杂志里头 这个宣传 它有没有法律效应啊 它能不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拿回这个 加盟费啊 广告里面 公司所做出的承诺 能够影响到 这个合同的签订 所以它这个 应当视为 这个合同的条款 哦 明白 这样挺棒的哦 几位律师先研究一下证据 我们让乙方联盟 两位老师 发表意见 我认为 这个金属照片 褪色 它可能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是它设备的内在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 是你操作的技术问题 是 这个我倒是确实想过 当然我也听他们说了 按照他们的指示 去这样做 但没办法 最后还是这样 你有没有要求 它全额退款 要求过 它只说 你把设备拉回来 我推给你两三个就得了 其实我是觉得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那岳律师 现在他可以主张 这个合同无效吗 不是说主张合同无效 主张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 从而是去 主张合同解除 因为这里边 确实挺复杂 但是我建议你 咱不一定非得是 打官司这种方式 它的广告 和你的实际使用 效果是不相符的 这个广告存在着 虚假宣传的可能性 可以向当地的 工商部门去举报 还有一个的方式 就是跟对方来进行协商 看看能不能够 把这个货给退了 当然这期间 你对的机器 进行了一定的使用 那你相关的这些费用 可以跟他们 进行一个结算 那最后不成的话 那才是说 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 其实归根结底 小潘你是 被这个广告给骗了 对 广告法呀 其实对这种行为 已经做出了一个 很明确的规定 对未来的效果 收益和相关情况 做出一种保证性的承诺 民事或者暗事 能够保本 无风险 或者保收益的 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 与诺等信息 与实际情况不符 对购买行为 有实质性影响的 这是构成了一个虚假广告 你可以去跟广告发布者 去接触 要求他们赔偿你的损失 或者你在向法院 起诉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 把这个广告商 也作为被告 是这本杂志吗 对 其实正常来讲呢 我们合同当中 会明确的约定 质量标准的 但是你这个合同里面 没有任何的表述 所以说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广告 作为一个质量标准的 一个附件 其实是一个约定 另外上面呢 明确的约定了 耐水洗 耐强光曝晒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去主张它违约 一方面是不符合 这个质量标准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说没有达到 三个月内 能够实现 三到五十家 这种影楼客户的 一个要求 无法实现 我签订合同当时 所这个要达到的 一个目的 要求解除合同 赔偿损失 如果真的 小潘要去走 这个法律程序的话 那他这边的把握 还是有一定的 是不是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但是确实 这个法律关系很复杂 包括说这个立案 到底说是 我们说是打技术合同 还是打加盟合同 还是说打产品质量 确实还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总之我们会在法律上面 多种途径里面 会选择一条途径 能够达成你的目的 现在我们有好几条路可以走 你们都清楚了吧 清楚 非常清楚 好 谢谢 加油 需要跟各位观众强调的是 四位律师所给出的咨询建议 完全基于求助人所讲述的内容 仅代表律师个人观点 不能作为影响法院裁定的依据 在有请下一位求助人出场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下一个案例 2013年5月 河北苍州曹青红夫妇家门口热闹非凡 这一天 他们失踪了29年的女儿曹秀珍回家了 然而刚刚团聚的一家人 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亲情 就风波再起 父亲曹青红决定起诉抚养了女儿29年的养父母 理由是29年前 他们拐走了女儿曹秀珍 我什么恨死他 他恨了我这么喜欢你 但养父母这一方却坚持认为 是曹青红弄丢了女儿 他们是好心收养 我看这个人是行啊 我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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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故意拐走 还是好意收养 29年前养父母的行为 是否属于拐卖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对我的严刑负责 大家好 我叫曹青红 我来自胡河豪特 我叫好喜千 请说出你们的困惑 1984年 我带着我女儿去花豪特出差 在公交车上 我把我的女儿丢了 那一天公交车上人特别多 我女儿一上车 没有座 有一个人 给她让了一个座 我就说 你俩坐着秀珍 我上前班 我取买票去 连买票带回来 发现我女儿没了 这一早车上人说 有五六个人 连女儿给带下车去了 到了下一站 我才下了车 早了 老长时间 也没见到我女儿的影子 我到了派出所 报了难 在北京 早了二十多天 才回到家 一进屋门 她就说 秀珍她娘 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把秀珍丢了 她一说 把秀珍丢了 我都从一趟 我都死过去了 他们把我抢救 抢救了何半天 才把我抢救过来 秀珍来 你去了哪里来 你说哪里去来 你还来 喊我一生娘 我还能找到你不秀珍 我从那天开始 我都是天天苦天的 晚上也不睡觉 白天也不吃饭 我在家里整天 我都像疯了一样 没办法来 她带着我 我去了北京 我到了北京 我是派出所 收入所 是打街小巷 我都走了 我看着一个 像我孩子似的 我都一把手抓住人家 我还要秀珍 人家以为我是疯子 人家倒过来就打我 我在北京找孩子 这让我会让人家 打不值得多少次 我在北京一早 早了三年 这三年也早不到 我只有朝外国 我早的三西 早的河北 早的内蒙 早的汤古 我早了大半个中国呀 我一早就早了 这是二十九年 二零 一三年 有一个志愿者 给我发了信息 说我修正 有心了 我早着我这孩子 我们想家了 我都问 我说修正 你怎么瞎得吃 你怎么气得喝 我孩子就说 我爸爸一门飘去 我就哭了 我一哭 人家就说 我带着你去找爸爸去 这五六个人 就把他给拉下车去了 当中就有他养父养母 这一带 这就是二十九年 你给我带来的 多大的伤害 我问问律师 是不是他的责任 他得给我精神赔偿 这这个就赔偿 一个孩子 绝对是一个家的精神支柱 我们的求助人 诉求非常清楚 几位律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问个问题啊 那个时候 你的孩子几岁啊 六十岁 你买票那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听到 孩子的哭声 我没听着孩子哭声 那当时您叫车 没有停 没有在车上 有没有呼救啊 叫了 他们听到 从家不能停 到下家再听吧 他养父养母家里 离你们家里有多远啊 我的养父养父养父 他们是在河南眼睛 他能说出你们家的 这个具体的地址 他知道 他知道 这样好不好 姑娘今天也来了 我们不如把秀珍 给请出来好不好 来我们有请秀珍 修正好 主持人好 他们把你带下车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呼救呢 我当时都是哭着闹着 要找爸爸了 他们几个人都说 我带着你去找你爸爸 找爸爸之后 第一站是去了哪里 说是找我爸爸的 其实他们是带着我就跟绿油一样 当时你爸妈的名字 以及你们家具体的 这个门牌号码 这些你能记得住吗 当时是记得 被你养父母带走之后 你也应该能够见得到警察叔叔 还有学校的老师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起过这些事情呢 一开始都给农村老老家那么带 也就是说你当时是去了一个 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山村 就是跟外界接触会比较少 对对对 你养父母家里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有两个弟弟 这二十多年 你养父母帮你找过你生父母吗 没有 你跟你的养父母说过你的家庭住址吗 当时说我 他们带你到过派出所吗 没有 你的名字是重新起了名字吗 养父养母初醒过去的名字 叫什么 叫交宁 什么时候回到城市里面的 上初中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到派出所里面去 让他们帮你寻找 其实呢 我呢是一致也想招 但是呢慢慢慢慢的 毕竟跟养父母也有点干净了 我那时候都是想着拼着我的记忆 自己招 大了以后我慢慢的忘了 记不太清了 再有个 我有点害怕 怕从这个陷阱里出来 再调了哪一个陷阱 先来说养父母有没有责任的事情来 如果你的养父母被以拐卖儿童啊 这一类的犯罪抓进去服刑 你感情上能接受吗 不希望做到这一步 我还是希望叫他们和好 你是一个成年人 亲生父母也好 你的养父母也好 你在这两家人中间 你是处在核心的位置 所以这件事情是诉诸法律 还是人情 还是其他 你起最决定的作用 秦老师 我不赞同你的意见 我爱我师 我更爱真理 虽然我一直把您 在我心目中 您一直都是我的老师 在这个问题上 真的是不同意您的观点 拐卖妇女儿童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 即使秀珍想放过她的养父母 但是国家的法律放不过她 根据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 你的养父母很有可能 涉嫌拐卖妇女儿童这一类的罪名 好 来 乙方联盟 你们现在在这 就说明 你们自己 还没有认为 你们把这孩子找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秀珍跟你不够亲 对吧 我们来算一道题 秀珍生下来七年 离开她父母 但是 她跟她的养父母在一起 二十九年 感情跟谁更深些 我给你们劝告是这样的 第一 二十九年 那么痛苦的生活 过去了没有 过去了 孩子回来了 好好过生活 你的孩子 是一个很温良的孩子 嗯 她会跟那家有感情 为什么 是因为在一起 时间长了 如果你逼她讨债 你会让她觉得自己 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还得明确一下 因为她这个养父养母 竟是去她婆家去说 就是她爸爸怎么怎么认的 她婆家已经把她赶出门来了 十个月母回家了 孩子去了三个 你不要急 不急 别急 观点不同 我非常赞成前律师的观点 我也理解你 二十九年的煎熬 你现在会失控 但是 有时候有些东西要放下 你要为孩子 我们放下来 我们俩要放下来 我们俩要放下来 他们俩都不愿意 你们怎么办 他们俩都不愿意 你们管在党子窗户 来来来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先解决 阿姨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当时这个走势以后 你们有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 就说我的孩子被拐卖了 报案了 那有没有这个立案呢 有啊 第二个问题 在秀珍回来了以后 在一三年到现在 这段时间之内 有没有再去就这个事情报案 我们去走起来 那我们再说过来去 两目日鬼 对 他说到这个说已经过期了 那我就请律师跟我们说一下 超过了多少时间为止过期 因为法律规定呢 如果说他涉嫌的这个犯罪是要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话 那么过了五年以后就过了诉讼时效了 二零一三年我找到的 是不是从早上开始算呢 因为那我就我不知道他上哪去了 我上哪你追究 我哪追究去 刚才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也是构成犯罪的 他的最高量刑是三年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呀 我们一定不能去收买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应该讲这个案子呢 在刑法专业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件 第一 在程序上 是不是超过了追溯时效 那是刑法学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不说 两派观点 那么你们当时报案的公安局呢 站在了其中一派的角度 不然的话 这个案子可能一三年人就抓了 第二个是实体问题 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 你们认为这个案件中被拐骗的 而那一方 他们认为是一种收养的行为 这是实体上要争论的第二个问题 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第三 作为法律工作者 打击犯罪永远是手段 不是目的 维护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 维护社会的稳定 维护社会的亲情伦理 这是我们所有法律人的天职 我们绝不会为打击而打击 曹青红夫妇能否再次追究养父母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 但在场的律师认为 作为本案的受害者曹秀珍 他如今的状态 还是目前重点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这次任亲 让曹秀珍被养父母骂成忘恩负义 被丈夫拒之门外 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见不到 面对这样的情况 思维律师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你们家那个小孩多大了 大的是有15岁的 小的是7岁 小的7岁 是两个孩子吗 三个 还有一个多大呢 有一个是14岁了 就是15 10岁和7岁 那他们平时都是跟谁在一起生活 平时都是跟我们都在一起 还有你的公共婆婆也在一起吗 都在一起 是这样要离婚的时候 关于子女抚养的问题的话 像成年的当然就不用管 没成年的话 一般如果说是10周岁以上的 就会征求孩子的意见 7岁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没法征求他的意见 但是还要看 具体这孩子跟谁在一起生活 对他的未来的成长更加的有利 我们觉得有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通过法律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抚养权上 我们是可以去争取的 我认为三个孩子当中 至少有一个孩子说要跟妈妈在一起 这个是可以达到的 另外你没有取得抚养权的孩子 你同样是享有叛事的权利的 这个是任何人不可以剥夺的 那如果说将来我们走到了法庭 我们有法院的判决 这个它就具有可执行的效力 如果换作是我 我只能说如果换作是我 我就离婚 但是我不是你 所以你恐怕还真的得去好好想想 你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是等着别人来决定呢 还是我要自己拿回这个主动权 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 只能到这儿了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 你想好了 我要怎么办 只要跟法律相关的 我们节目都愿意帮助你 好不好 谢谢 我也通过电视 跟秀珍的那一对父母 以及她的婆婆和公公说句话 你们看看这个孩子 他有多么的可怜 你们可能是爱他的 但是你们一直以来 各种爱他的方式 都让这个孩子因为为难而很痛苦 所以拜托你们 让这个孩子可以来去自由 他想去谁家 你们就接待他 他想离开 你们就让他离开 好吗 阿姨 我知道啊 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的委屈最多 作为一个妈妈 孩子丢了这么长时间 好不容易找回来 结果孩子还不幸福不开心 我知道你的委屈最多 现在是这样 那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你们这感情它失联了 它建立不起来 那这个恐怕 是需要点时间的 还有需要你们的决定 接下来因为日子 要靠你女儿自己去过 你让她做决定 做完决定之后 需要法律上的这个帮助 来找我们 希望接下来秀珍的日子 能过好 好吗 好 其实我想说啊 这是我做这个节目以来 第一次感觉最无力 因为每一次我们的案例来 我们四位知名大律师 都能给到特别准确的 帮助的办法 但是这一次我发现 四位律师其实话很少 我觉得法律之刀 无法断感情之水 这就是我们感觉 很无力的原因 这里面的亲情 爱情 伦理 远远不是我们法律 该解决的 我们的解决会对它 形成一个更大的破坏 这就是我们四个律师 后来不约而同的 我们就闭上了嘴 我记得钱律师曾经 说过的一句话 那就是法律 它是最低的道德 但是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提醒电视机前的 所有观众朋友 生活如何能够过好 还需要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知识 还有很多的爱 谢谢大家 谢谢 从我这一次节目呢 我回去了 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我的意思是 赞同他个人的意见 我不给他参与 只要他幸福 我哪个都支持 我丢了他 我的伤心 我不能让他的孩子 失去了他的三个孩子 让他伤心 如果你也有 法律方面的烦恼 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顶级咨询的 微信公众账号 这种场所不如 应该被指责吗 就我的生活 带来了严重的压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 因为我很很委屈 我在公众场合 不如怎么了 他们凭什么 这么值得我 21岁少年 鸟鸟贩卖 被判学年犯 使量刑过重 还是已经从轻处罚 且听权威律师 专业解析 我孩子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法院为什么判这么重 头部缠手术 竟然划伤于瘟面部 父母所赔40万整容费 能否得到支持 14次协商去医院 我就差点给他跪下了 医院说 我们能给你的 就是给你赔偿一半块钱 你觉得这样对一个孩子 一个婴儿公平吗 公平吗 网购给差评 遭到卖家疯狂报复 神秘骚扰软件 究竟该如何防范 卖家就开始了 对我跟我朋友的时候 进行了热意的骚扰 一天就几千条短信 几百个位接电话 那我觉得对谁来讲 都是这种伤害 并不是您现在得到的 对我来讲的 这种伤害 我来讲的 是什么